第27集 停着一辆昌和面包车 哈哈 踏破铁鞋无灭处 得了全部费光复呀 林桃一边看着照相机里的轮胎花纹 一边这么高兴的叫着 案子就在这无数的巧合之中破了 凶手是一名十六岁的男孩顾峰 顾峰不是同性恋 但是他这个年纪对性充满了好奇和渴望 他是个害羞内敛的孩子 在班里内向是出了名的 他看见女孩子都会脸红 更别提和女孩子说一句话了 他在单亲家庭长大 母亲经营着一个服装店 忙得几乎没有时间去管他 甚至连一日三餐都是在外面买回来吃 他的学习成绩很优秀 但是放学后独自在家的他会翻出隐藏在书架最下层的那些A片光碟 偷偷的在电脑上看 画面对他的冲击让他无法自已 可是他看见女孩就会腿抖 泡妞这种事对他来说渴望而不可及 直到他看到了一段男性同性恋之间的视频 骗个男孩子来玩玩 还是可以的 他这样告诉自己 八月九日下午 顾峰独自一人在阳台上看过街的美女 看到了拿着手机一蹦一跳走过来的曝光敏 这孩子细皮嫩幼的像个女孩子 顾峰还是回忆起A片里的场景 于是他顺手丢了个衣服架子到楼下 哎小弟弟能帮忙捡一下衣服架子吗 我脚崴了下楼不方便 顾峰在阳台上这么喊 对于曝光敏来说 父母老师一直教育他要助人为乐 所以他毫不犹豫的捡起衣服架子 沿着小楼一侧的楼梯上到二楼室内 顾峰拉住曝光敏 哎 弟弟 来我家坐坐 我给你手机上下载一个新游戏 曝光敏见顾峰一脸和善 就大方的坐在顾峰家的沙发上连接了WiFi 开始下载顾峰所说的新游戏 而此时顾峰在沙发对面的电视上 开始播放起一部男性同性恋A片的画面 小弟弟 要不要也来试试 11岁的曝光敏对性一无所知 但是他感觉到自己肛门剧痛的时候 便开始大声喊叫了起来 为了防止楼下邻居发现 顾峰一把捂住了曝光敏的嘴巴 把他死死压在沙发上 直到曝光敏的心脏停止跳动 杀了人的顾峰惊慌失措 颤抖着打开电脑 在网上搜寻着处理尸体的办法 但是任凭他怎么按照网上的方法去做 都失败了 于是他趁着夜色 把尸体扔到了离家不远处废弃养猪场的沼气池里 顾峰的母亲第二天凌晨才外出禁货归来 他看到自家附近数名警察在寻找一名失踪的男孩 回到家里又看到惊慌失措的儿子 预感到可能出事了 在询问完事情经过后 顾峰的母亲认为 把尸体不加掩盖 直接抛弃在自家附近 无异于自投罗王 出于庇护儿子的母亲 他于十号的深夜 到沼气池里拉出了已经发臭的尸体 并多层包裹后 用面包车把尸体运到了离家远的城东 顾峰涉嫌故意杀人罪 被移送起诉 但因为不满十八周岁 不会被判处急刑 他的母亲涉嫌包庇罪 已被同时移交检察院 这一年真的不安分 疑难案件总是时刻出现 法医科的几名同志东奔西跑 科室仿佛是关了门 甚至有群众去计委反应 法医科不作为 伤情复合鉴定 拖了那么久还不受理 十分钟前 我们接到了滨原市公安局的邀请 说是在荒郊野外 发现了一具尸体 死因不明 性质不明 尸缘不明 侦查方向不明 在夏天 我们对腐败尸体 似乎已经习惯 在这闷热的环境里 只要露天 尸体三天就可以形成巨人管 法医倒不是怕恶心 而是怕尸体腐败 会丧失一些线索和证据 好在此时已经是九月初 金秋之际已经到来 随着冷空气袭来 气温也下降了不少 尸体腐败速度会迅速减慢 工作环境改善 案件难度也相略下降 据说 冰原市的这个案子 尸体就不是腐败尸体 想到这里 我总算长输一口气 幸亏我就勤明 如果我就勤不明 岂不是早晚都得因为 破不了案而辞职啊 我看完邀请韩后 说个冷笑话 林涛和大宝都在收拾东西 没人搭理我 遇见案件 科里的人身上线素 极度分泌 在十分钟之内 完成了领导审批 派车 准备干扎箱 收拾洗漱包 行李 等一系列的工作 而且在驾驶员 还在收拾出台行李的时候 我们已经来到了 厅大门口等待 哎 有通知啊 大宝凑到厅机关公告栏下 眯着眼睛 看着一张公告 大门口的公告栏里 贴上了一张通知 一般是有重要的事情 才会在这里张贴通知 什么通知啊 我一边把编辑好的 有案出差 发布上微博 一边凑到大宝身边问 大概是涨工资了吧 大宝淡定的说道 什么 这么大的事 我揣起手机 上班这些年已经习惯了工资条上那些可怜的单调的永远不会有惊喜的数字 所以大宝的一句话让我燃起了无数憧憬和希望 通知上写着 关于 关于严格执行 厅机关民警着装上岗规定的通知 通知要求 厅机关民警必须着警服上班 警务保障部也会根据民警需要每年为民警定制数百元的制服发放 这 这是涨工资 这是带警户咒 大学时代 我总是向往着一身警服 而现在 穿警服久了 有时候也的确很不方便 每年几百块的制服 你就不用去买衣服了 省了买衣服的钱就等于涨工资啊 大宝洋洋自得 大宝倒是很喜欢穿警服 因为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进商场或者逛地摊 极度兴奋后的希望落空 我兴兴的坐上了已经着上桩的韩亮开过来的酒 有制度就要执行 不然绩效考核的时候会被扣分的 韩亮这么说 宾原市地处我省北方 位于中国的中原地带 一抹平原地大物博 虽然人口众多 但是整个社会治安较为平稳 每年命案发案数量并不是很多 疑难案件更是少之又少 在这样的城市当法医 又好又不好 好处在于每年的工作都比较清闲 不像案件多的地方的法医 每一天焦头烂额 不好呢 在于建设的命案较少 经验积累较为缓慢 如果不经常去法医论坛里 学习学习 业务水平提高的会很慢 而且不那么自信 所以在出现疑难案件的时候 为了保险起见 他们向我们发出了求援 现场位于宾原市西侧小村落的外围 一处广阔平原上 当我们的车开到距离案发现场几公里外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远处一片随风摇曳的芦苇荡 还有芦苇荡周围的蓝色警戒带 不同的是 这个现场虽处野外 但是没有多少围观群众 从我们下车的公路边 就有民警在把守 可能是因为附近也没有什么人 所以警戒带拉在了公路边 离案发现场这么远就拉警戒带呀 大宝看了看几公里外 芦苇荡里的警影 别废话 拉这么远 肯定有这么远的道理 我一边说 一边带头穿上鞋套和勘察装备 我们几个人就这样朝着警车方向 一边用手扒开芦苇 一边伸一脚浅一脚的走了几公里的泥巴地 来到了芦苇荡的水荡边 围观群众少 可能是因为这里是一处坟场 准确的说 这不是专用的坟场 而是一处废弃的荒地 荒地中央是一个不大的水塘 听说这个水塘还是活水 通着一条横跨市里的小河 水塘的周围长得快有一人高的芦苇 芦苇荡地界广阔 方圆几公里没有人烟 因为这块地的位置较为偏远 所以很少有人到这里 也没有人愿意开垦这片土地 所以很久以来 这里就这样被荒废着 有一些土葬风俗的居民 会把亲属埋葬在这里 坟堆并不聚集 我们从公路上一路走来 隔几百米可以看到一个坟堆模样的土坡 有的有杯 有的没杯 水塘的旁边 就是案发现场 宾园市的桃法医走了过来 和我握了握手 开始介绍案件的基本情况 报案人是一对高中生情侣 昨天晚上他们俩相约在市里的一家KTV唱夜场 唱到凌晨两点 唱完歌后 学校大门已经封闭 只有今天早晨才能回到学校宿舍 于是他们沿着公路边走边聊 就来到了这一处卢尾档 昨晚十二点之前 冰原市下了小雨 所以卢尾档里的地面被雨水浸泡 虽然十二点之后天气转好 但地面也都形成了烂泥地 他们进入卢尾档后 女孩子怕把自己新买的运动鞋走得太脏 没法洗 于是提出和男孩子在卢尾档靠近公路边的一处高地坐着聊天 不再往卢尾档伸出去了 就在他们聊得兴起的时候 突然听见卢尾档里有声音 在月光的照射下 仿佛还有个人影 准确的说不是人影 是鬼影 据两名孩子说 卢尾档里的影子非常高大 而且看不到头颈的轮廓 这个影子在慢慢移动 在距离他们大概五百米的时候 可能是听见了他们的说话声 移动突然停止 而他们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现的鬼影 双方僵持着 不一会儿 鬼影突然快速朝卢尾档身处移动 他们也惊吓过度 跑回了公路 两人一路走 一路心惊胆战 找了个小旅馆住下 商量了许久 于凌晨五点 打通了摇摇旅 接警民警在接到电话后赶到现场 考虑到卢尾档里地方太大 方向南辩 于是请了刑警队和技术队前来支援 技术人员在进入卢尾档后不久 便发现了足迹 沿着足迹 很快找到了一个仰面躺在水塘里的人 人的头部在岸上 面部染血 胸部一下进在冷水里 技术人员上前准备拖动尸体 却隔着手套感觉到此人还有温度 触摸颈动脉 似乎还能感到一丝搏动 人没死 没死我们干啥呀 大宝惊讶了说道 桃花一被大宝的一惊一炸 引着笑了起来 听我说完呢 我们明天赶紧把伤者抬回路边 然后一边拨打120 一边用警车把伤者往医院方向送 在中途遇见了120急救车 医生呢 发现伤者气弱油丝 在路上进行了抢救 但是抢救不太奏效 送往医院后 考虑到伤者颈部有一处窗口 就立即进行了吸体检查 果然 伤者昏迷的主要原因在这里 他的颅骨粉碎 凹陷性骨折 对应部位脑挫伤 颅内出血 被人打击的 啊不 额部骨折 对策诊业脑组织也有挫伤 也有出血 啊 你别老大喘气啊 一句话说完嘛 这么明确的对冲伤 肯定是摔跤所致的颅脑损伤啊 这不就定了吗 一个人闲着没事来颅尾当玩 被两位孩子吓了一跳 一跑 结果一步小进摔了头 颅脑损伤死亡有个过程嘛 所以他意识模糊的躺在水里 直到民警来救他 嗨 现场通见完毕 哎 不对啊 既然是摔跌 干嘛要我们来啊 我白了大包一眼 对桃花一说 人现在死了 啊 医院还准备开颅手术的 结果手术还没开始 人就断气了 那你们的技术难点是什么呢 呃 一来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查清楚师缘 二来呢 我们在医院看了看尸体的尸表 对他头部的一个兴盲状的窗口 有些不能理解 领导目前认为死者是意外或者是自杀 但是从法医角度 额头上的窗口有些不好解释 呃 为啥不好解释 呃 头部兴盲状的窗口 皮下有囊腔状 一般这样的窗口 是额部和质地坚硬的地面接触 而且有角度位移才能形成 也就是说额部和地面接触的一瞬间 有一些位移 因为这个位移 使皮肤和骨骼错开位置 撕开了连接皮肤和骨骼的皮下组织 形成囊腔 呃 跌摔很常将有囊腔啊 但是 有这种擦层位移 呃 会在面部 尤其是在窗口内一溜泥巴 呃 而且我觉得 兴盲状的窗口 在软质的泥巴地 难以形成啊 大宝说道 那没有泥巴 可能是医生清洗面部了 窗口可能是在池塘边的硬物上形成 比如是石头 呃 医生确实清洗了他的面部 但是没有青窗缝合 窗口里不该没有泥巴 呃 池塘边是有石头 但是上面并没有发现血迹 嗯 没有血迹有两种可能 一是确实没有 二是我们还没有发现 是这样 呃 但是我害怕这个案子发展到后来 安全性质上会有大的争议 所以我提前请你们过来把关 提前介入 我心里有底 我微微一笑 拍了拍桃法医的肩膀 谢谢兄弟信任啊 我们加油 我 大宝 林涛 在桃法医的带领下 在芦苇荡里走了一圈 芦苇荡的地面基本都是软质的泥巴 一路上有不少物证标志牌 物证标志牌 就是写着一个数字的小牌子 技术员在发现物证后 会在物证的旁边摆上一个标志牌 这个牌子的作用是在照片上清楚反映 这张照片是哪一处物证 而且在现场还可以提示警员 这里有物证 要注意保护 不能踩它 我们发现几百枚足迹了 都已经拍照录像 有的足迹被先提出警的民警 因为抢救伤者而破坏了 有的还比较清晰 目前我们正在扩大搜索范围 找所有有鉴定价值的足迹 比对了吗 林涛问道 我们局痕迹检验就那么几个人 全都上了 但也没时间比对 就是单纯的发现赵路 等回去大家再一起研究比对 呃 死者就在这里躺着 绕了一圈后 我们又回到水塘旁边 头发一指着水塘边 据出警民警说 死者脸上有不少血 不过我们看到尸体的时候 面部已经被医生清洗了 但是我们在死者头部形成的 这个凹处周围 做了血液浴室验 并没有发现有血迹存在的迹象 水塘边的泥巴地上 有一个人头形状的凹坑 可见死者就是躺在这里的 我在附近看了看 泥巴痕迹很乱 仿佛可以看到出警民警 在抢救伤者的时候的慌乱 周围的痕迹是彻底被破坏了 我只有在周围寻找一些 可以形成桃法医描述的 伤口的东西 其实可以形成精盲状的物品很多 因为池塘周围有很多鹅卵石 如果头部跌摔在石头上 发生位移 是可以形成头部窗口的 而且虽然周围有泥巴 但也有一些比较光滑干净的鹅卵石 再加上医生对面部的清洗 窗口里没有发现泥巴 也不足为奇 不过在所有的鹅卵石上都没有发现血迹 这个确实不好解释 或者是在讲究的时候 有民警把代血的鹅卵石踢进了池塘 我突发奇想 桃法医皱眉沉思了一会儿 还真的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怎么看 这都不像是一起命案呢 毕竟我们发现死者的时候他还没死啊 林涛这么说 现场很简单 剩下的事情都交给林涛继续勘查 比对和搜索了 我和大宝淘法医决定驱车赶往殡仪馆 先对尸体进行一个初步的检验 我们到达殡仪馆的时候 医院刚刚把死者尸体移交给殡仪馆 殡仪馆工作人员正从车上搬下尸体 并且为尸体制作手牌 桃法医上前热情的打了声招呼 递了根烟 殡仪馆人员把尸体直接推进了尸体解剖室 感谢观看